大家好,我是Peter,我们进一步来完成HashMap的一些方法,我们讲了几个最基本的方法,比如contentsKey,我们知道Key在不在里头,我们有这个put,就是keyvalupt往里面放,我们可以print map,我们可以有个size,对吧,我们有这些东西都有了,然后我们下面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呢,叫做get,我们通过一个key找到它的value,当然我们首先判断一下,if, contentsKey,它不包含这个key的话,那就value了,那么,那么返回什么呢,我们就是return now,那就是value不存在,我们就叫now,这是一个关键字,好,那么下面呢,就是这个key存在了,存在的话,我们就要go through这个key了,我们同样还是这样写,那么这个代码呢,当然我们可以优化的话,我们现在不管了,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写,然后那个entry,root等于 buckets这个index,while root不等于now,如果他说while root不等于now的话,那怎么办呢,我们就要看ifroot等于等于key,如果他跟key相等,这就找着了,找着了,那么我们这里还写个value,value等于now,我们开始是没有的,找着了,那么就是这个value呢, 就是等于root到value,对吧,然后break,如果没找到的话呢,我们就往下走,root等于root到next,然后最后呢,我们就把这value返回,就返回了,好,那么这个呢,这个方法非常简单,我们来看一看,我们后面的写法,我们可以讲value of one,对吧,我们就get这个one, 好,我们可以,value of three,get three,three是不在里头的,不在里头的,我们就让一下,value one就是c,因为他把c给replace a了,然后three呢,就是nob, 所以就知道,当然下面还有什么方法呢,还有这个remove的方法,我们来看看remove,public void remove,remove这个key,同样,如果呢,不包含contains key,对吧,contains key, 啊,那么就root就完了,如果他这个key不在里头的话,你铝幕就没有意义了,下面呢,实际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开始,啊,我们先把这个root做好,啊,好,那么就两种情况呢,第一种情况呢,就是,这个root里面的key呢,它就是key,啊,就是,就是if root的key,等于等于key, 就是把root这个给删掉,那么,这是头上这个节点了,头上这个节点的话,就很简单,我们就是把这个,这个,bucket index,就等于root.next,对吧,就把下一个给放进去了,else呢,如果他不是里面的话呢,我们就是,写一个什么,写一个,entry,这个parent,等于root,对吧,root等于root.next,啊, 啊,然后我们来while, root不等于no,啊,如果他不等于空,那么if root的key,那么这个,这个做法是什么呢,就是parent.next等于root.next,应该是这个样子的,对吧,如果呢,他不相整的话呢,那么就是,parent等于root,啊,root等于root.next,啊,而这个,这个代表, 代表呢,实际上是我们link list里面,去remove一个value的这个,一个方法,大家记不记得,我们去回顾一下link list里面,怎么去删除一个元素的,就是把这个元素的爸爸,指向这个元素,元素的儿子,这个元素的中间就被,就被掏空了,啊,就完事了,这就是这个link list的做法,啊,如果他就在根上的话,就把根指向下一个节点就完事了,是这样一个remove的方法,啊,然后,我们这里呢,因为它是长度是10嘛,我们再加一个,我们, 我们再put,我们再put 11,啊,11是,比如说b,啊,因为11跟1呢,是现在一个link list了,那put 21,对吧,啊,我们来print map,这个这个map,print map,对吧,我们print map,然后呢,我们这个remove掉,啊,我们下面的map到,remove呢,11,把中间给掏掉, 然后呢,map的,print map,然后我们看到size是不是那个,哦,对,刚刚我的size没有写对,啊,这个我在remove的时候,忘记把size减减了,啊,如果我要remove,啊,这个不管是root到key等一等于key,还是下面else这个情况的话呢,我们这个size就要相减,是吧,因为第一种情况不用管,因为它不包含的话,我们就什么也不会删,只要key在里头的话,我们就把key删掉,我们才只要减减, 点的,啊,好,我们设定上来看看这个size,啊,我们要写map到put,啊,不能那么写,map到put,啊, 嗯,时间很长,这个有timeout,啊,我来看看,它是打出来是edc,嗯,这样推进去b,这没问题,哦,这地方可能有点问题,问题了,我们在remove的时候呢, 如果,如果是,如果这个key等于root完成以后,应该break掉,如果break这root一直往下走,这个地方可能是有点问题,啊,我们到send以后就给它break掉了,否则的话else的情况下呢,我们也不用else了,我们现在找到它为止,那么找不到的话呢,就是这样写,啊, 我们break就把它跳出来了,啊,跳出来了,啊,应该这样,这样的话break掉了,刚刚可能没有break,啊,那我试清楚了,啊,没有break是比较麻烦的,因为它删了以后它一直往后走,好,我们,我们加了e和b, 这个edc,它是往后推的b,然后呢,我们把c删掉了,就ecb,然后再删,对吧,就是我们一个小小bug,就是当它一删删的时候要break掉,要不然这个wire loop还要往下走,啊,就一直往下走,一直往下走,它这个就,就会有问题,啊,这个会有问题,啊, 那我们来看看啊,嗯,那如果break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死循环,因为你,啊,路一直没往后走嘛,那么,paral.next等于root.next,那下次又是这个key相等啊,那又paral.next等于root.next,它又是这么干的,它就这样成一个死循环了,这个地方啊,好,啊, 嗯,这个break掉以后,那我们把这个remove,也就,也就弄清楚了,啊,那么整个的,这个,不管hashset,啊,hashmap, 尤其是hashmap的很多的做法啊,跟我们已经学的link list呢,是非常非常相像的,所以说我们从基础学起,我们学array list,学link list,啊,link list用的很多,因为它是一个接近往后指, 然后我们学了hashmap,就学了hashmap,这基本上啊,就把java的collection API,一个常用的,这些API啊,用上了,那么下上课我们做一个总结, 那么以后呢,我就不再使用我自己的代码了,啊,我就不去使用自己的,我自己写了一些eray list的,link list的,hashmap的,那么这些方法,基本上的方法都告诉大家了,我们就先留底,自己要写也能写得下来,啊, 然后以后我们再要用的话呢,我们就要用java本身的,什么eray list的,link list的呀,map呀,hashmap呀,hashmap这种方法了,啊,我们下课来做,对这件事情做一个总结,啊,谢谢大家。